黄菱 早啊 叔叔 李先生起来没有啊 李先生还没起来 还没有啊 都没有来哦 来一看看啊 好 走开一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清楚的时候 他自己讲的 意思不清 搞不清楚 糊粒糊涂 就常常跟我讲这个 自己常常讲 我说你会讲这些话 不会有意思不清才对 你会讲这些话 我们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已经比较严重了 那我们问他说 为什么这么严重才来呢 他说老年人不是本来就会这个样子吗 所以一方面是说大家不晓得了 失智症它是有很严格的定义 它一定要是说记忆力减退 还要加上大脑功能至少要有一项 而且他并不是在一个精神混乱的情况下 这个才叫失智症 那我们正常的老年人 当然记忆力也会衰退一点 就好像我们年纪到了我们的身体的体力 也没有年轻人那么健壮 但是这一种记忆力的减退是轻微的 而且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影响他的工作 而且他不会逐渐的越来越坏 而且他记忆力不好的时候 他自己会想起来 比如说我忘掉 我等一下会想起来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去请人家请吃饭 这件事情我们会记得说某某人请我吃饭 那我当然不会记得十二道菜 是哪十二道菜 但是失智症的病人呢 他可能连吃饭这回事都忘掉了 所以跟严重有差别 还有就是那个内容的程度有差别 好吧 吃药了 吃饭药 他说你好晚睡喔 他不知道 你不记得了 三点的时候 他说你三四点才睡 我三点睡掉 他三点半晚睡了 我不知道 我说我先睡啦 他说你还睡 你那家开大时钟 该睡了 对啊 跟他讲 他知道啊 知道啊 他知道 他可能他不想睡 他白天睡 昨天睡了三四点 三餐 五餐都没有吃 早上五餐都没有吃 那五四点还叫他起来 叫不起来啊 他现在这么奇怪 这个特别早 真的啊 七点 金叔叔差不多六点 半七点才行 他轻流起来 注意洗脸 十二点 目前对于实质症来讲的治疗 是并没有办法把它完全治愈 因为他是一个逐步退化走向的一个疾病 那目前在医学上面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阻止他 但是可以用一些适当的方法 包括要是在照顾上面 还有在药物上面去尽量减缓他的退化 或者是让他在退化的过程当中能够比较平稳一些 对 爸爸抱着他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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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抱着他对 爸爸抱着他对 好好笑喔 好好笑喔 都长狗狗 对啊 他少许是最大的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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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面有失智的老人家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幸运的就是说 他如果只是说知能的减退 没有精神行为方面的问题 还比较好照顾 但是有几乎有一半的病人 会有精神行为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他睡不着焦虑 还有幻觉 妄想 怀疑人家要害他 怀疑是不是配偶不争 那这个就造成家属很大的困扰 其实我们都期待老人家是在家里 就是说他能够在家里面 因为家里面环境他最熟悉 他最能够适应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问题是在于说 第一个家人没有办法去照顾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时间上的关系 如果他没办法 有些是自己在照顾 那有些是照顾得不好 那有时候可以用一些居家服务 那有些如果说白天要上班 就可以用日照 那如果说他真的也没有办法的时候 因为事实上有一个特别是说 他有时候问题行为比较多 那他有可能好几天不睡 那这部分往往会影响到 就是说家里面其他需要正常工作人的 一些作息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考量之下 他最后的选择才会是到养护中心 而不是一开始就是选择这样的机构 而不是一开始就是选择这样的机构 来我们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 来 好 再一次 好 93 中华民国 93 中华民国 以及开始 而 society 所以这就好了 ants 就是为了 那应该 cioè 好 要不要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我一分鐘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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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我又吃一口就好了 來 吃一口吃看看 我很好吃嗎 我很好吃嗎 吃看看 對 很好吃不就跟我說 我會怕一怕嗎 我沒有 我們也會 我不會這樣 這樣嚇一跳 我怕怕我怕怕 我母親是在民國90年 大概就開始有老人失智的情況 那後來到醫院去服藥 就有改善 但是到了去年元旦 元月4號 因為它自發性的顱內出血 導致這個腦細胞破壞 那就從這個失智情況 就從輕度變成中度 所以變成需要人家照顧 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 它是一個臨床症候群 那造成失智症最多的病 就是阿滋海默症 就是俗稱的老年失智症 或者是老年痴呆症 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那第二大列就是血管性失智症 就是說多次的腦中風 所造成的失智症 這個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那另外還有百分之十到二十 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 比如說是維他命B12缺乏 良性的腦瘤 硬腦膜下腔出血 總總這方面 佔十到二十左右 我看你走路走後有好嗎 走比較慢 沒關係 你還會這樣噴嚇 你還會這樣噴嚇 你這樣噴嚇 你這樣噴嚇 你走路都心災 這樣沒問題 手的好像說比較沒力 還是比較重嗎 他還坐在朝那一看 有力喔 這樣可以 慢慢來走 再見 再見 來 起身的時候比較會暖 但是走路還好 好,這也不用拿 再見 再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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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我在哪裡 我在哪裡 你剛才從雄明山回來 他站起來很早就沒睡了 對 對 你晚上都沒睡嗎 對 沒有 雄明山 雄明山有漂亮嗎 有 有喔 有把一些火回來嗎 有 火開得很漂亮對不對 對,現在要開 火開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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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喔 你會來嗎 今天 不會來 不會來喔 好,來 你再去吃飯嗎 吃飯嗎 吃飯 我們要散步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我的燈 不要 我 喝油 不怕 他偷了東西 沒有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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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對不對 不愈比較多 我們才換了新友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老師 對 你看你講到一句 你說分工合作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 桌上這麼多菜 我們等一下要分工合作 好不好 好 王老師 你桌上的菜 你聞看看是什麼味道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很新鮮的菜 很新鮮 對 你也講對了 這個菜是才剛才下來沒多久的 所以這個菜很新鮮 它是地瓜葉 肚子餓了沒 沒有 沒有 這個呢 叫什麼 木耳 老師你沒煮菜你也知道 這個木耳這個 特別大 沒叫過這麼大 特別大 好 那爺爺奶奶 我們現在有三個東西 我們自己選擇 看你想要做哪一部分的好不好 不能夠跟他講理好不好 也不要跟他訓練 比如說小孩子 他記不起來 你多訓練就會起來 老人家不一樣 他就是退化嘛 所以你多訓練他沒有用 你就是鼓勵他 你就把他當作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不會的時候 你就鼓勵他 那他真的不會了 你就說算了 算了之類 那如果說他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是轉移注意力 患者本身 尤其是在比較輕度的時候 他的本身的功能 其實都還維持穩定 那有一些長輩其實是會很害怕 自己如果被定了一個失智症的標籤 他可能對他的一些自尊心 還有對他的一些感受 都有一些不好的狀況 所以有些時候 確實要因長輩的狀況而異 可能看他的個性 還有就是他本身 我們平常跟他相處的情況 長輩如果需要藥物治療的話 我們怎麼樣的方式 因為有些長輩可能可以接受說 失智症要吃藥 那有些長輩我們可能要跟他說 比如說他是因為記性比較不好 要吃一些補腦的藥等等 他這樣子也許他就能夠接受 所以確實有些時候不見得能夠 跟長輩說明得很清楚 有的時候我們會善用一些轉移注意力的技巧 比如說他老是覺得他沒有吃飯 其實明明剛剛才吃飽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就需要一些客觀環境的提醒 有的時候是適當地轉移他的注意力 讓他去幫忙我們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他的注意力一旦被分散之後 就不會再關注是不是吃過東西這件事情了 那有的時候是需要一些客觀的提醒 比如說我們曾經處理過的方式 比如說他吃過飯了 我們會請他簽個名 然後等一下讓他看一下 表示他剛剛已經吃過飯 有的時候有用 有的時候沒有用 所以我們得不斷地腦力激盪 在不同的時間點 運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嘗試 看幾號 三號 三號 來找 阿公 阿公有沒有三號 三號 找到了 來放一個 放一個 好 好 現在 來開個家 來 阿公 阿公 沒有 放一個 好 放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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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長期照護很強調 所謂的共同照護 也就是 share care 這樣的一個理念 那就是說 一個老人家住到養護中心也好 住到機構也好 甚至在家裡面照顧的時候 因為家人他比較可能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或者照顧的技巧比較不夠 需要有外人的協助 那這個部分 外力的協助進來 是一個協助的工作 不是替代性的 因為比方說 工作人員照顧得再好 他還是沒辦法替代家屬的功能 那比方說 像我們的機構 就會有一個很明確的要求 家屬一個禮拜至少來看兩次 因為從我們的照顧經驗裡面 也發現 老人家會看到 如果家屬常來跟不常來 他有時候他的那個照顧的表現 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 既然我們已經 比方說24小時的照顧 已經協助家屬很多很多部分了 那就希望說 家人還是維持適當的探訪 那我們也鼓勵他適度的 也參與我們的照顧工作 他才知道老人家在這邊 被照顧得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 預備 靠著 一二十五五六六五六六七八 創 ink 哎呀,肯定要夾兵器 肯定要夾兵器 我的拔豆我不要 沒關係,我會等旁邊幫你補給我 不會拔豆 不要啦 會怕怕,我怕怕怕 怕什麼? 沒關係,我讓你哭 我讓你哭 哪裡? 是可以,躲著我 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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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走拔豆 我會見你睜你,你不要諷人 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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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小舅嘛 嗯 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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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對面穿 請風對面穿 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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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不穿嗎 慢慢來 哦 一起放 慢慢來 你看 會給你做美麗 你今天有開心嗎 這會有漂亮嗎 很漂亮 對 對 不穿過 他都很友好 對不對 對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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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病症應該不是很 怎麼講 不是很 很難的病症 因為大家大概都知道 網路上資訊也很發達嘛 外面坊間書籍也滿多的 所以我想在資訊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只要稍微有注意一下沒問題 導致在照顧方面 我覺得心態比較重要啦 要多陪他啦 多陪他 他自然就覺得自己比較重要 那這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說口頭上我們常常跟他講 你是最 你是母親嘛 你是最大嘛 那這常常跟他講 那在行動上當然也是這麼樣表示 也是這麼做 這個讓他覺得自己還是一個 一家自助 那什麼都以他為重心 既然是以他為重 你就要常常帶他參加一些活動 這部分也不要舒服掉 你帶他活動 他自然就知道自己是被需要的 對嗎 你賣掉 你賣掉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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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哦 吃我吃啊 好嗎 你看 哦 哦 去唱馬就夠了喔 對 夠了耶 原來 對啊 他在那邊 對姐妹重選了 阿威說喔 我們要運動 我們跟阿威說 我沒有要運動 我沒有 沒有 我跟阿威說 叫你不要運動 好不好 好 我跟阿威說 來去吃 我們跟阿威說 我跟阿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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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普通對我們的長輩 就是成婚定型 不會問他記憶力好不好 但是你從生活上觀察 如果說他常常東西找不到 那一件事情重複的問 或者是身分證這也找不到 你就覺得他可能有問題 那這些問題不見得一定就是失智症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老化 或者是輕度之能減退 所以你第一個就是要有這個懷疑 要有這個警覺 然後帶他到醫院來 那現在很多醫院都有特別 因為幾乎每一個神經科的大夫 他們對失智症都很有經驗 所以他醫生會安排一些記憶力的檢查 跟神經心理測驗 第一步先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記憶力有減退 是不是有失智症 如果確定是有失智症的 看他的嚴重程度 然後進一步再來就是看是哪一種病造成的 所以會安排做腦部電腦斷層 戳血 看到維他命B12這一方面怎麼樣 拜拜 我們輕生吃湯 來一次我們也馬上結 denote 什麼鬧鬧 沒有需要不完整 就要 reservoir 我說過是否它 archaeological 手錶 花花花刀 我又要一隻衣服 這隻給你 我的手錶 可愛喔 的外國 我要收起來 我就是 是啊,我們要做來了 要來晚風復健 是啊,你也要 你等一下,不然是要走先 你要走? 對,要來去了 我就不能走,你要走? 你可以,你稍微休息一下 要消遍嗎? 你如果不知道,我告訴你就在那裡 不會啦,你要消遍嗎? 我要放,我可以送我 我要走,你要去別情打? 我雖然不知道 一定會去別情打 來,坐車去 你和人家量量才可以 你現在載到,載到來 藍燻來 這樣又不能過去 對啊,坐車要回來 這樣不可以 這樣就不可以了 這個蠻紅維新冠 這樣就不可以了 怎麼會這麼早點進去 怎麼會有雙雙雙雙雙 不會啦 我們要回來要下班了 等一下 連環節 我這裡有力了 你怎麼會把努力參加了 不會啦 來 來 不然是夠稻 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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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 這裡 對 這裡 來 阿威要帶你去 帶你去辦公 對 這樣放進去 不會啦 放進去 好 一口一口來 阿威要告訴你 真的沒有大便是嗎 有 再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好 好 好 那就這樣 放進去 不要 鹽藥水也有啦 鹽藥水也有啦 鹽藥水也有 好 鹽藥水也有在裡面 好 好 好 妳現在再見 拜拜 好 可以說到 說到 好啦 跟女小姐再見 跟女小姐再見 再見 妳是跟她來跟她 再一次 再一次我的天來做一下 都可以 到現在要說一下 都可以啦 雪花跟香奇跟再見 再見 到現在要再說一下 再見 再見 她先有白雪 再見 她先別一歩 阿熹 對 是 淺山不透妳 她要把osp 운동套 有煮鱼